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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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貝民晚安 教育學院 我是Tim 今天又是情境篇啦 今天來到情境篇的第二篇 是講有關於很多客戶都會反映說 他們的檔案都會放在一個Fileserver 也就是所謂的檔案伺服器裡面 那這個檔案伺服器裡面 他們都是使用者都會把檔案 依照他們公司的原則 把這些檔案丟上去進行管理 那麼他們就會想說 是不是能從我們檔案伺服器上面 去進行檔案的保護 也就是讓使用者又節省 使用者他們針對檔案保護的操作流程 在檔案伺服器上面就可以直接的做到了 那麼針對這部分的話 也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內容 關於檔案特殊的所在地 你今天想要監控 想要管理 其實Final Call都是可以做到的 那麼今天這個情境是這樣的 就是針對一個某間國際的貿易公司 他們的檔案其實都是會放在 特定的檔案伺服器裡面 那麼針對這個檔案伺服器裡面 他們會設定各個不同的部門 針對這個部門他們希望說 每個部門可以去套用一個特定的原則範本 讓檔案進行自動的保護 那麼針對這些保護之外 我們還希望說這些檔案 即便它之後 如果它真的有機會把它帶出去之後 我們還是可以追蹤 它今天不管是檔案在 企業內部的使用 甚至檔案外記之後 在外部的使用狀況 我們都可以使用我們的Final Call進行追蹤 那麼分析是這樣子的 所以今天身為一個管理部門的 Team 他有一個檔案 他今天他把它丟到一個 File Server上面 他可能要把這個檔案 丟給一個行銷部跟一個業務部 的這個資料夾裡面 那麼我們針對Final Call 可以在這兩個不同的資料夾去套用 他們專屬的原則範本 在這裡我們不只是單一套用單一的原則範本 而是我們可以針對這兩個不同的資料夾 去套用專屬於他們不同的原則範本 像在上面可以看到行銷部門 他們今天可能有編輯修改權利 但是他們基本上其他都是沒有的 那業務部門的話 他們今天只有螢幕浮水印 他們會顯示螢幕浮水印 那其他他們也是沒有相關的權限可以使用的 所以今天一個行銷部的 Set 在他嘗試從那個行銷部的資料夾 把我放進去的檔案 嘗試拿出來之後 他會依照他有這個行銷部的權限的使用者的關係 他可以正常的開啟這樣子的一個檔案 那如果他嘗試把這樣子的檔案 丟給一個工程部門的人 他叫做John John這個使用者他基本上一樣 他不在我們的使用者其他裡面 因為他本身他不是從工程部的資料夾 取得這樣子的一個檔案吧 那因為行銷部裡面並沒有John這個人 所以他取得這個檔案 雖然他拿得到 但是他是開不起來的 他在開起來當下 就會被FINAL CODE自動的原端刪除了 那如果今天這個行銷部的 Set 他其實別有居心 他想要把這個檔案 往外傳的話 他因為利益的關係 把這個檔案傳給一個競爭對手 叫做BRYANT 那他嘗試傳送給他的時候 在過往 如果我們只是使用一般的DLP的解決方案 其實在對外那一塊 只要檔案能夠出去 那基本上都是追蹤不到的 那如果你今天使用FINAL CODE的話 我們檔案雖然傳得出去 那今天如果這個BRYANT 他嘗試去開這個檔案的時候 那一樣的 這個檔案將會被我們系統 自動的判定為 遠端的刪除 那同一時間系統也會發送 我們告警的通知信 給檔案的擁有者 讓檔案擁有者在第一時間 就可以看到 我們針對這個檔案 有一個未經認可的存取囉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在你們企業內部 如果你們有使用一個Bioserver 就是共用了一個資料夾的話 使用者都會從裡面去存取 去存放資料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直接從 Bioserver上面進行檔案的保護 而不用直接透過使用者 一一的針對這個檔案 需要勞煩到使用者 去針對這個檔案去做保護 以節省 其實節省我們管理面 也節省使用者的操作的困難度 那麼針對這部分的話 我會以管理部的team 還有Bioserver上面的設定 甚至是Sam、John跟Brian 這幾個角色來做切換 讓大家了解 FinalCode針對這樣子的一個企業環境 能夠有什麼樣的幫助以及應用 那麼接下來你可以看到的是 在螢幕上面是管理部team的電腦 它今天它有一個行銷企劃的專案 它需要把它丟到Fileserver上面 所以今天我們把它複製起來 那我們到我們的Fileserver上面 這是我們的Fileserver 那基本上今天的話 我們Fileserver上面有幾個不同的資料夾 上面有一個行銷部的資料夾 我們可以把它點下去在裡面 我們把這樣的我們需要貼的資料貼進來 給行銷部的人去使用 在過往的時候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其實沒有任何保護的效益 因為檔案基本上 還是原始的檔案的關係 所以檔案是沒有基本 沒有什麼保護的效益 那麼今天我們如果要針對 這樣子的資料夾 它用自動保護的話 可以怎麼做呢 在我們Fileserver上面 我們可以安裝有關Finalcode 提供給檔案伺服器的一個原件 一個套件 叫Finalcode Folder Security 在這個上面的話 我們可以針對 我們需要受保護的資料夾 去套用一個專屬的一個保護的設定 那麼首先我們先找到 我們需要保護的資料夾 是在我們的行銷部裡面的這個資料夾 那我們包含了旗下的子目錄 那我們可以選擇說我們今天要保護成一個 使用Finalcode 開起來的檔案類型 又或者是說 使用一個Browser View 使用瀏覽器開起來的檔案類型 我們都可以在上面去做選擇以及設定 那麼在這裡我們是設定成一個 使用Finalcode 開起來的檔案類型 路徑的部分 它會事先的幫你已經選好 因為我們已經指定好 我們要給行銷部這樣子的一個路徑 並且我們是包含子目錄的部分 那Finalcode 在這邊的話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是我們可以針對這樣子的一個資料夾 去設定一個專屬於這個資料夾的一個答案的擁有者 也就是說這個資料夾可能會有行銷部 會有行銷部的主管 我們可以去指明行銷部的主管 把他的Email 抗打進來 這時候行銷部的主管 他就擁有權利去管理 裡面的這些受翻扣保或檔案 並且他可以進行追蹤 甚至原則的修改 還有遠端的刪除 那麼指定完成這個檔案 擁有者針對一個資料夾的使用者之後 我們可以一樣必須要針對這樣子的一個資料夾 去設定一個原則的範本 那在這邊的話 這個原則的範本 我們可以去套用一個特定的原則範本 又或者是說我們可以去新增一個原則範本 那至於這個原則範本要怎麼新增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回到我們的 Tim 的這台電腦上面 我們一樣導引到我們的管理界面 我們透過我們file code client 之後去開啟瀏覽器 開我們的管理界面 一樣的在這邊 template setting 裡面 我們在 personal template 就是個人的一個原則範本 這邊我們去新增一個 專屬於我們自己 用在這個答案伺服器的原則範本 所以在這裡的話我們取一個名字 叫做行銷部門 行銷部的檔案保護範本 之後我們把行銷部裡面的人加進來 是所謂一個send 的使用者 因為只有send這個人 他是一個行銷部的部門的人 他才有權利可以去存取他裡面的檔案 那針對檔案生命週期我們不做限制 那send 的話 他基本上他是可以去做編輯修改 是沒問題的 那基本上其他的權利都不會有開啟 也不會打開 所以在這邊我們這樣設定完成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套用 所以可以看到在這邊最下面有一個行銷部門的一個檔案保護原則 我們就設定完成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再回到我們的檔案伺服器上面 我們刷新一下我們針對這個原則的範本 那我們找一下剛剛我們所設定的範本 可以看到這邊有我們新增一個最新的原則範本的部分 所以其實針對一個資料夾在Fileserver上面的保護 其實我們只要設定好一個檔案的路徑 還有我們保身為一個擁有者 也就是資料夾擁有者一個部門的主管之外 我們還要設定原則的範本 另外是我們可以去設排外的清單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可以去特定保護某一些檔案的副檔名 可能你今天保護的是一個PDF 保護的是一個Word檔案 保護的是一個Excel檔案 那如果你今天特別不想要保護 如果今天有使用者他隨便丟一個檔案進來的時候 其實那個檔案我們並不是想要保護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設一個排外的清單 如果你今天想要可能要排外一個PowerPoint之類 可能是PPTX的檔案類型 我們就可以把它新增在裡面 另外的話我們也可以針對一個特定的副檔名 去套用不一樣的原則範本 在上面這邊其實我們都是套用一個叫做 所謂行銷部檔案保護範本 這是針對所有的檔案 就是你檔案丟進來都是套用這樣子的一個範本 如果你今天有個例外 也就是一個PDF的檔案 他可能要保護成另外一個原則範本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在這邊點擊加號去新增 一個PDF的檔案名稱 甚至去套用一個其他的原則範本 都是可以的 所以在這裡的話我們只有使用最基本的 也就是今天針對一個行銷部 那行銷部的主管是一個team link的使用者 那甚至是我們套用一個行銷部的檔案保護範本 所以在這裡我們別忘了把這個原則啟用起來 之後我們一樣看一下我們的資料夾 其實到現在目前為止它都還是一個Word的檔案類型 沒有改變 那這個時候我們把它啟用我們的功能 我們先把它儲存起來 儲存完成之後我們啟用我們的功能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回到我們的資料夾裡面 其實它很快它就已經把它保護成一個 Final Code的檔案類型了 那基本上它本身它也是同樣一個檔案 那這個時候我們檔案的保護已經完成了 那麼使用者它如果在Final Server上面取得這個檔案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行銷部的Send 這台電腦裡面 它透過一個共用資料夾的概念 它連結到我們Final Server上面 在對應的路徑下面取得了一個 我們剛剛受保護行銷企劃專案的一個Word檔案 那它把它拉下來 也就像普通使用者從Final Server上面拉取資料 存取資料一樣 它今天它開啟這個檔案的時候 會因為本身它是行銷部門的人 它有權限可以去開啟檔案 並且我們有賦予給它可以編輯修改的 複製 可以去複製列印的權限給它 那在這邊的話可能使用者 其實我們針對我們檔案管理員的部分 也就是一開始我們在設定原則範文的時候 有問題的話怎麼辦 因為照理說這個是要開啟給它修改 修改檔案的權限才對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們都可以回到 我們管理員的電腦裡面 我們可以回到Tim的這台電腦裡面 那我們針對我們所設定的原則 去做修改 也就是說你今天看到這樣子的原則 其實都是可以透過這邊 再去重新的針對它原則的範本 去做修改 即便是你的檔案已經保護完成了 那也是一樣的 因為它原則原本是套用一個複製貼上 是允許的情況 那今天我們這邊設定錯了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邊管理界面的地方 應該是要開啟它可以修改這個檔案的權限才對 我們在這邊只要用圖形畫直接點選它 就可以把它從XX變成打勾的方式 以啟用這個編輯修改的權限 那一樣的我們把它套用起來 也就是把我們這個原則做修改 好這個時候我們再回到我們的管理 回到我們Sam的電腦裡面 我們重新再開啟這樣的檔案 檔案都是同一個 它開啟的檔案它馬上更換成了 就是它可以修改這個檔案的權限 那它複製貼上是完全不行的 所以今天Sam它開啟了這個檔案 在開啟檔案的時候 依舊是依照系統賦予給它 我們電腦裡面原始的一個套件去開啟檔案 那麼在開啟檔案之後 其實他們都是可以看到一個受保護的檔案 類型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Sam它嘗試把這個檔案 傳給一個我們 照理說我們不會知道的一個使用者 叫做工程部的John 在John這邊它其實本身 它是沒有權利去開啟這個檔案的 所以我用紅色的方式標記起來 John它是沒有權限的 所以它在開啟一個 我們從Sam傳過來的檔案的時候 其實它在開的當下 這個時候Finalcode就會去認證它的身份 那它會發現說其實他們 John這個人 它是沒有權利去開這個檔案的 所以在第一時間它就被拒絕開啟 並且檔案就從它的電腦環境裡面被刪掉了 那它也不會放在我們的資源回收筒裡面 那如果今天只是傳給John的話 倒還好 因為它在公司內部嘛 雖然有一定的危險性 那當然還是被Finalcode阻擋起來了 那如果今天這個Sam 是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它不懷好意 它把這個檔案傳給了另外一個 我們同業的競爭對手 叫做Brian 那這個時候Brian 他取得這個檔案的時候 他一定很高興啦 因為他這個等頭商業機密嘛 也就是未來公司的方向 可能會造成公司所以他一定很開心 在他開啟檔案的時候 同樣的因為Brian 他其實沒有權限開啟我們這樣子的檔案 所以Finalcode他在第一時間 他就會知道說 Brian 他常常去開啟這樣的檔案 所以檔案也會自動的 被我們進行遠端的刪除 同樣的 垃圾桶裡面是不會有 我們這個原本的受保護檔案類型 所以就可以防止這個檔案 完全的落到使用者 落到其他非認證的使用者的電腦裡面了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回到 我們管理部team的電腦裡面 我們回到他的管理介面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受保護檔案的後續的流向 在這邊有一個行銷企劃專案 也就是我們剛剛受保護的檔案 可以看 一樣可以看到我們開啟是透過send 他有權限去開啟這樣子的檔案 然後在這邊有兩次未經認可的開啟 分別是有 Brian這個帳號 他在開的時候被自動的遠端刪除 還有John這個帳號被自動的遠端刪除 在這裡我們都可以做簡單的查詢 甚至如果我們要做更進階的查詢的話 我們都可以通過這個上面 我們叫firefold的log search 在這邊點log search 設定好我們的條件之後 其實就可以直接搜尋 我們針對這些檔案 行銷部的行銷企劃專案 send他曾經開了檔案 甚至是他把原本開到一半 他不開了 那都會一一的記錄在這個上面 那甚至是John跟Brian 未經認可的開啟檔案 檔案被自動的遠端刪除 都會一一的回到記錄在我們的管理界面裡面 讓使用者能夠在第一時間就了解到 我們針對這部分 去如何的保護這些檔案 在內部的使用以及外記的情況 那麼現在我們就可以回到我們的投影片裡面 所以針對現在這部分的話 我們一樣身為一個Tim 他是一個管理部的人 那他針對這個檔案的話 他今天他受保護的檔案 他一樣都是可以通過我們的電腦 直接連到我們管理界面裡面 在管理界面上面 我們都會看到一個受保護的檔案 甚至是還有這些檔案 在後續使用的狀況 我們都可以從上面進行原則的修改 還有檔案的LOG的攝取 還有進行遠端刪除的部分 那針對這些檔案的話 WINALCOPE也可以在一個 企業擁有檔案伺服器的環境裡面 可以使用FINALCOPE的解決方案 以便使用者他不用一個一個的 去把檔案進行保護 而直接讓Fileserver上面的資料夾 套用特定的原則範本 就可以進行檔案的保護了 所以回到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針對今天檔案保護的部分 也就是你今天可以使用我們FINALCOPE的 有關於Fileserver的解決方案 去保護我們的檔案 那麼如果你對今天的檔案保護 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你想要更了解FINALCOPE的話 你都可以透過上面的方式 與我們聯繫 你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 留下你的問題 我們都會有專人為你解答喔 所以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了點擊下面的訂閱按鈕 訂閱我們頻道 我們將不定時推出全新的影片 你可以在右邊的小鈴鐺打開 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喔 就這樣我們下次見 掰